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從那個大樂透 因為我們有個需求 就是說我希望統計一下那個大樂透的歷年來的資料 那我就Google一下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結果發現這個樂透雲裡面全部都有 然後它放哪些資料呢 它這個網址我在第三個單元上面有個超連結 那你們可以連一下 它這個地方的話 它裡面提供哪些資料 第一個的話呢 它從2020的11月的6號 然後它這邊有提供一個資料 就16號 今天是昨天開獎的 有沒有 昨天開獎號碼 OK 所以如果你來假設每一次開獎號碼 你只要去算 如果可以算出來的話 那應該你就可以提早退休了 OK 不過要怎麼樣可以算就可以算出來 這大概每個人都夢想都知道 想要 那有時候不一定百分之一百 但如果拆的號碼 越接近越好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呢 好像美國那個 大樂透他們開獎 曾經有一個人連續好像中了兩次 而且那個人的背景蠻特殊的 他是一個某大學的統計系的教授 OK 那不只好是按統計的方式 這個 算出來的呢 還是怎麼樣 我們也不得而知 不過感覺這是不是有一點點關聯性呢 如果可以透過統計分析 就可以知道未來預測 這個可能開出來號碼的話 哇 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也許不一定百分之一百 但是可以縮小範圍吧 總是可以得到一些蛛絲馬跡 大數據分析呢 它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它可以預測未來 因為它可以從過去的資料有沒有 只要資料量越大 它未來的這個預測的能力就越好 精確度越高 有沒有 一定有一個慣性嘛 對不對 那如果可以抓那個慣性的話 欸 或許呢 還就可以比較知道 但問題呢 我要怎麼知道過去呢 那首先第一個的話 我要爬到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有個特性 它一定會有幾個欄位呢 四個欄位 那其實備註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日期 重獎號碼跟特別號 那不過呢 這個重獎號碼呢 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地方 它不是幫你一個格子 就放一個資料 而是幫你放在一起 然後你變成逗點隔開 它逗點隔開變麻煩 你將來要怎麼樣 下載完之後 還要自己把它剖開 那剖開的方法當然很多 你可以用資料剖析 像以色列裡面就有資料 可以馬上剖 你不用寫程式 那不然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用VBA裡面 有個方法叫Splitter 它Splitter的方法 就是你跟它講說 我要剖的資料在哪裡 後面是逗點 然後它剖開來 回來會給你一個正列 因為你給它是一個完整 它剖開有六個嘛 所以它剖回來會放在一個正列裡面 那你再分別把這個正列的資料取出來 就可以達到把資料分開的這個目的了 OK 那所以底下你會發現 它就把每一期 所以一期 開講好像有個是禮拜幾 禮拜五 禮拜二 禮拜五 所以一週開兩次 有沒有 它有一個固定的 那所以呢 第一頁在這裡 indage page等於1 第二頁的話呢 indage page等於2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有個indage page等於60 那就會什麼 到最後一頁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希望把這個網站 全部的資料呢 通通都抓取下來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把它做 像類似之前的動作嘛 你先下載第一頁 然後把第一頁呢 要不就是把下載第一頁的 這個程式改寫 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這個抓全部的 那有兩個改法 要不就是改成什麼 把它改成傳遞什麼 像我剛剛講的 傳遞參數的方法 因為參數大概會有幾個不一樣嘛 第一個就是這個 indage page的號碼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向下追蹤到的那個 列的位置 兩個 其實好像也差不多啦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這個indage page 這個數字比較單純 它是1到60 所以其實可能不需要把它寫那麼複雜 不用傳遞 因為它就是for I等於到 那就加一個for回圈就好了 就不用再那麼複雜寫那個傳遞參 但你要寫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就是說簡單的事情喔 不要把它複雜化 然後沒事就把它寫的 一定說我老師不行 我一定要寫成這個共用程序 這樣感覺比較厲害 所以有的時候我發現有些人喔 真的簡單的事情 你幹嘛把它寫那麼麻煩 寫的真的是看起來 就覺得你真的是有毛病嗎 你簡單的事情 你把它寫的程式那麼複雜 自己要維護也麻煩 別人看也麻煩 所以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喔 那我的習慣是簡單的事情 就簡單處理 不需要把它複雜化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一個第一點喔 你們可以先把這個網址寄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也許你就是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Excel 然後呢 先做一件事情 開發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開發人員喔 其實他你不會 沒關係你可以先錄製聚齊 錄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就是什麼 先把它給他一個大樂透下載 然後按確定 那做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用錄製聚齊 先把那個 這個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從web 因為他這個網址是網路上的嘛 所以是從web 那這邊會跳出那個一個網址 你就把這個網址 直接就貼上這個 indage page等於1的這個 OK 然後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然後按一個到 那這個地方其實他會用 這個就否好了 反正就是讓他先網頁跳 他好像有相容性問題 JavaScript 那他這邊會出現箭頭 表示說他要查哪一個表格 所以我要的表格是這一個 那query table 實際上就是幫你查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表格 印象中好像是第五個吧 有沒有 一二 這邊好像三四 這邊後面躲一個 這邊第五個 把第五個表格幫你選起來 然後呢 按匯入 然後放哪裡呢 放在A1的位置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先抓一個回來 但格式還是要改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他錄製的部分停止了 那你再看一下剛剛的那個程式部分 就是放在劇集裡面的大熱下載 編輯一下 那你就會看到他錄下來的東西 這個我習慣先把這個註解拿掉 這個不用 他就是這一些 不過跟各位講 這些東西其實 大部分都可以 這個 Url這個一定要 那底下的從 comment type 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底下的這些 都可以刪掉 留到哪裡呢 其實只需要留幾個 我印象中只要留三個 哪三個呢 這個 這個可以刪掉 只要留什麼呢 只要留這個 第一個 叫做web formating 等於 xl web formating none 就是意思說 我不要把它的那個 網路上的格式全部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是抓哪一個 web tables 就是意思說 它的網頁的 第幾個表格的意思 第三個就是refresh 就是真的把它 從網路上抓下來的方法 它就是 background query 等於fold 其實也可以 這個其實參數可以拿掉 看一下這個參數 這參數其實可以拿掉 不過拿不拿沒關係 主要就是 可以把程式稍微輕簡一下 只留下這幾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抓第一個網頁的話 那就是indage等於1 所以喔 那我將來可以把這個改寫 改寫成什麼 可以改寫成p次的 那怎麼p次 這ctrl-c c ctrl-v 這加兩個字 這個叫p次 然後呢 把這邊 外面呢 再包一個 因為60個嘛 你可以在這裡下加一個回圈 for i i 等於什麼呢 等於1到60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意思說呢 我要抓的範圍是 第一頁到第60頁 然後再把這個 with到with的程式 放在這中間 把它按個tape 下一接 那再來的話呢 我可以怎麼 再把這底下把它 把這個 1的部分 有沒有 改成i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 我前面講 你可以選取1 雙一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加個i 就是把i的變數呢 放在中間 然後把and前後空白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可以幫我把第一頁 抓到第60頁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現在 這個地方有沒有 1 那他就變1 他會怎樣 他會第一次放1 那第二次還放1的話 他不會把它蓋掉 他會怎樣 他把它移到右邊去 所以他擠到右邊 第一頁 就一直擠到右邊去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要把它改一些 那改的方法 其實跟那個 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有點像喔 有沒有 是可以在with的下面 在那個for約下面這邊 可以再增加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那那個判斷方法 如果你忘記的話 其實呢 你甚至可以拿那個什麼 上個禮拜的這一個 有沒有 向下追蹤的這一段 拿來貼過來 其實就OK了 哪個地方 在這裡 有沒有 在for回圈的下方 會多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把它Ctrl C 有沒有 if到and if 這一段 他其實還蠻萬用的 你會把它貼到這裡 如果A1裡面是空的 那我的R等於1 反之就向下追蹤加1 然後再把這個1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空一個and R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個 第幾列的這個位置找到 然後再跟前面的A欄串在一起 這樣子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OK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說真的下載一個 這個1到60頁的資料 真的沒有那麼的困難 那我們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我開個新的好了 然後Run這個 按F8好了 R現在等於1 因為裡面沒資料 然後Creditable這個地方 I現在等於1 就下載第一頁 然後R等於1 就下載到這裡 一樣 Web Formatting沒有 然後就幫我把第五個網頁 第五個表格抓下來 Refresh OK了 然後換下一個的話 那我們因為A1裡面已經有東西了 所以再來就是向下追蹤 到92 92就Ctrl向下 Ctrl鍵按下 向下 91加192 然後呢 我們就是再來去抓第幾個呢 第二個網頁 可以的 IndentPage等於2 然後呢 就幫我抓下來到92的那個地方 OK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又多一個了 就是第二頁的 那其他的話 就以此類推了 你就是讓它全部跑完 第三 第四 第五 OK 大概差不多 應該不到個10秒鐘吧 應該就可以把資料 全部都抓下來 然後把它Ctrl向下 就有5457筆的資料呢 就全部抓取下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假設我們要用那個 先錄製去集 再修改 或者如果你不錄製也沒關係 你直接拿我那個 上面其實也有一個 一模一樣 再來第三個單元 這個最後是算完 看到應該是要統計 哪個號碼 重獎記憶最高 其實得到的號碼應該是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之前做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變更 那我剛剛做的那個程式 就這一段 我是建議你可以試著路路看 然後呢 試著修改一下 最後其實只要留下這三個 這三行就可以了 就是其他的部分都可以把它刪除 那不過可能會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知道 哪些可以刪除 哪些不能刪除 其實有個方法啦 我其實是按F1 在哪裡按F1 在每一個屬性上方按F1 它會跳出什麼呢 跳出官方的那個 這個叫屬性 叫Web format 屬性 然後跟你講說 這個屬性呢 是主要用途是做什麼的 然後呢 它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我看了一下 好像有一些根本不需要 因為它預設的那個 那個屬性值 那有跟沒有結果一樣 那幹嘛就多一行 我覺得就會覺得很多餘 那所以我就把不需要的全部刪掉了 所以留下來 就只剩下有三個部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第一個階段就是先錄字聚集 然後修改 OK 試一下 itel 1 2 3 5 6 7 7 好